好 那么我们现在对吧 把刚才我们这种CSV文件读取了吧 对吧 然后呢通过这种流程 把第一种文件读取了 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文件 比如说奥金文 奥金制文件 图片文件 是不是还没读吧 那么我们先呢 不读取奥金制文 这个文件呢 等下我们下午会结合着 TF Records 去做一个综合的这样一个读取 可以吧 也就是说我们当前呢 就先不讲这一个奥金制文件读取了 我们先就讲这个CSV文件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下 基本的图片的一些基础知识 那我们来看一下图片的读取 这个图片是非常重要的 它读取是什么内容呢 或者这些东西是什么对吧 我们要讲一下图片的一些基础知识 图像的基础知识 以及图像读取API 刚才没有介绍图像读取API吧 然后TF Records的分析读取 这个我们会结合着奥金制文件一起去做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图 像图基本的一些知识啊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粘贴这样的一根图 好 现在给大家呢 是两张图 对吧 那么 这两张图为什么特点 一个黑白 一个彩色 对吧 这里面人 对吧 宁可 那么 对于我们现实生活中 是不是大多数你看到的样本 或者看到图片都这种吗 要么黑白 要么彩色 对吧 其他图片 你也是一个彩色图片 那对于图片来讲 我们到底是怎么去进行识别的 对啊 我们识别图片怎么去识别啊 你想一想 我要去干这个图片 对吧 我这个图片 比如说这个图片 与这张图片 或者是这张图片 哪有不同的 对吧 你怎么去识别 两个图片之间的一个不同之处 我们再来一张 好 比方说呢 我们拿一张狗的这个图片出来 这狗长得太丑了 换一张 好 就这个吧 那我们怎么识别对吧 当然现在图片大小不一样 等一下再说 我们现在怎么去识别一张图片 你要识别这张图片 那你说这个 我是不是要把这个图片的特征值拿出来 对不对 你我们算法 机器学这个算法 是不是相当于都是输入 输入的都是什么 是不是你的特征值加目标值吧 对吧 你的输入 特征值 加你目标值 目标值很简单 假如说这张图片是这张狗 我就给它标记 它就是一个狗 对吧 就比如说4啊 代表狗5代表狗 那么这个特征值 我们前面说了 每一个样板 你可以有这个特征 有这个特征 一个特征 机器学习 是不是就相当于是去学习这些特征的一些东西 去找到一些合适的参数 或者说去通过一些什么概率 星期论的角度去 把这个东西能够进行个分类 或者回归吧 那对于图片来讲 我们什么是特征呢 你怎么去把图片里面的东西代表特征呢 这个地方我们要看 我们在电脑中显示的时候 一张图片 它应该是以什么东西去显示的 是不是像素去显示的 前面讲PS的时候 应该也说过吧 像素 那一张图片 它应该是有多少个像素点吧 如果说对吧 把这个图片 放得越来越大 你会发现这个东西越来越不清晰 其实就是一个像素点变 是不是变越来越大 这里面就是一个像素点吧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说每个图片 对吧 每张图片都是由像素组成的 每个图片由像素组成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什么 把图片的特征值 就指代了像素值 能理解吧 也就是说对于图片识别来说 我们要识别一张图片 其实它的特征是什么 就是像素值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不考虑这个了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两个图片 那么它的每一个点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这个点 比如说某一个点 某一个点 它某个点的建立一个值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具体的数值吧 前面讲过吧 数值 那这个地方 我们某个地方也是有点 那这两张图片 某一个点的值一样吗 因为什么 它是黑白 它是这个彩色的吧 所以我们每一张图片的这个像素点的值 它是不一样的 好 那么对于黑白图片来说 它应该有多少像素 比如说 我们现在 一张图片像素的数量 应该是跟我们的长宽是一样的吧 那假设说 现在 每张图片的长是 200 宽是 宽是 也是280 假如说它就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图片 那现在我们一张图片有多少个像素值 这有多少个 4万 4万个像素值 那这个就代表什么 是不是4万个特征啊 那你看一下 现在一个样本的特征 是不是远大于我们之前见过的 是吧 一个样本就十几个特征 20个特征也是算多的 是吧 反正100个特征 那现在多少特征 4万个特征 是不是4万个值吧 好 那这个还不说对吧 好 那也是说一张图片就会有这么的特征 那你计算的时候 拿这个特征去计算 是非常非常大的数据啊 这个计算就非常耗时间了 那我们等一下再说 那对于彩色图片和黑白图片 它们是不同的组织 这里我们要说了 那对于黑白图片呢 我们称之为单通道图片 单通道 通道图片 单通道就行了啊 对彩色图片呢 我们称之为三通道 三通道 那么这单通道三通道 代表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你某一个啊 这里一个4万个点 那某一个像素点 它应该是有一个值的吧 这个值是在你计算机里面有意义的 然后对应的这个值是哪个颜色 是不是有意义的 对吧 好 那这个地方 我们单通道这种黑白图片 就是指这种黑白图片 它每一个点呢 只有一个值 那么这个值我们称之为灰度值 灰度值 也就是说 黑白图片 它某一个像素点 只有一个值 也就是说 某一个像素点 一个像素点 只有一个值 那么这个值 我们称之为灰度值 它的范围在哪里呢 0到255之间 也就是说 从比如说从0到255啊 越来越深 是不是 你这个地方的值 是不是 比如说你这个人比较黑一点 对吧 比较深一两星 这个灰度值比较深一点 就比这里灰度比较大 哎 那这个值我们其实不用管 哎 我们就有专门工具一读取 哎 就知道每个像素点的值是什么 哎 非常方便 好 那这是黑白图片 那对于彩色图片怎么办呢 它是三通道 那我们应该都能理解 彩色图片 一个像素点 一个有什么组成的 三 RGB组成的吧 红色 绿色 蓝色吧 那红色 绿色 蓝色 也就意味着 看到啊 某一个点啊 某一个点 比如说这个点显示的是这个颜色 啊 显示这个颜色吧 这里面一点 它是有几个值组成 是不是有红色 蓝色 绿色组成的 那也是说 一个像素点 有三个值吧 一个 一个像素点 有三个值组成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现在有几个 三个点 四万个像素点 那对于彩色图片来说 你的特征还不止 这么点吧 还要乘以多少 三个 对吧 还要在这里再乘以三 这里乘以三 等于多少 我们写下 等于十二万个 千万十万 对吧 也说一张彩色图片 你的特征数量 就比你一张黑白图片的数量 还要多三倍 对吧 基本上说多三倍 那这里是十二万个特征 也说你输入到某个模型当中 你是一个原本输入进去 就十二万个特征输入进去 然后它就运萨 对吧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你输入十二点 对吧 但如果图片越小 是不是你的这个 这个特征是不是越小啊 对吧 这是很定的 那我们在这里来说 那这里我们已经知道 基本的一些知识了 对吧 某个图片 它以什么呢 黑白图片 你的这个彩色图片 它是有像素点的 所以我们输入到模型当中 一张图片应该就是什么特征 就是像素的这些特征吧 输进去吧 输进去 然后再进行什么分类啊 等等等等 这些操作 那这个我们已经知道 怎么去 它还是怎么去训练的 对吧 就是说像素值 好 那么现在 关键的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地方的像素值啊 它应该就是具体的一个值 好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用张亮 张亮去表达呢 如何用张亮去表达 我一张图片的这个什么数据呢 那以前我们说 大部分的这个样本啊 我们先来看 大部分的样本 是不是只有几十个特征吗 我们可以以一个二维来表示 比如说 现在有一百个样本 这个样本 每一个样本 每一个样本有十二个特征 是不是 这样一个东西表示什么 一百个样本 十二个特征的值吧 就是像那一个表吧 一百行 十二个特征吧 好 那么我们在图片当中呢 就不能这么再去 这样去定义了 所以这种是错误的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 比方说一百个图片 每个图片有多少个像素质 可不可以 可以吧 我们再还原吧 把它还原 这假如这一百个图片 每一张图片都有什么 十二万个像素质 是不是这样去表达吧 对吧 也就是说 行有一百行 一百张图片 列有多 十二万列 对吧 但这种存值方式也可以 对吧 但是并不迟光 那我们怎么去存存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将我们的 这个东西 对吧 图片数字化 就是说我们把图片 转成一个数字东西 是不是相当于是图片的 一个特征抽取吧 哎 就三个重要因素 就是长度 宽度和通道数 那我们这里长 宽应该知道什么意思吧 通道数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的 一个通道 三个通道 那你就说 黑白图片 一个通道 呃 彩色图片 是三个通道 好 那接着 我们这个数字化三要素 跟我们的张量的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指定一个3D的张量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指定呢 你的长是什么 宽是什么 你是彩色图片 还是黑白图片 是不是就指定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把这张图片 以张量来表示 应该怎么表示啊 你的长是多少 两百 两百 宽多少 两百 通道数 这张啊 这张一吧 那也是说 这里是不是就正好代表 四万个特征 诶 是用这样一个东西 去代表了 如果说你一个样吧 现在我们就几一个样吧 就一个样吧 它是四万 比如说四万 四万 是不是你 他给你数据这样 是不是你把这个东西 要得转换成这个格式吧 如果他要求是这个格式 是不是你长宽 是不是叫指定啊 至于我把这里reshape一下 是不是就长宽 你的通道是多少就行了 当然 这里我们这个一啊 是代表了什么 通道数 注意了 那如果用这个 我们把用这个彩色图片表示什么 长宽一样 是不是通道数一改就行了 三个 所以他应该有多少啊 是不是有十二万个这样的一个特征值啊 哎 这个地方就是如何用一个张量去表达这样的一个数据 或者一个图片的数据 能知道3D张量是什么意思了吧 当然啊 这里的这样的一个3D张量跟我们这个平常呢 做的这什么数据呢 因为他多了一个长宽和通道数的概念吧 哎 就特制图片这种形式 好 那么现在 有的API里面呢 还会要求一些其他的 等下我们再说 好 这就是说我们图片怎么去识别 他就用什么 像素质当特征去识别 这个后面后算法再说 对吧 他怎么去识别的 好 那么这就是图片的一些基础的知识 我们要知道图片 它的一个组成是什么样的 他读取的时候应该是读取什么 像素质去识别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还有一个重点的用 图像的一些基本操作 那么讲 刚才我们拿一张这个狗的图片的时候 这两张图片的大小一不一样 大小不一样 意味着像素的点数一不一样 像素的值不一样 是不是特征不一样 那你说同一个算法 你不同的特征 可以吗 我们前面进行 继续学习学习的时候 去分类的时候 回归的时候 每一个样本必须保证什么 特征一样才公平 对吧 每一个样本 每一个样本必须保持特征值数量一样 一样 是不是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吧 你如果特征值不一样 那你怎么识别的时候 那你比如说建立模型 你这个是一百个特征那也是一百一个 那你用一百个圈中还用一百一个圈中 知道吗 不知道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对吧 你必须保持相同的特征数量 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做一个程序对吧 里面有 人有狗 有其他一些动物 很多图片 比如说人有几千张图片 狗也有几千张图片 输入进去训练 那假如说你的人都是四万个特征 你现在狗都是八万个特征 那你这样去识别 或者说去训练 合适吗 不合适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 把所有的图片应该统一成一个大小吧 比如说同一个特征数量一样的 对吧 所以我们单独的把这里 还有一个 所有的图片 对吧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所有的图片也统一一个特征数量 所有图片 比如说你当前这个地方系列的所有图片 统一特征的数量 其实就是像素一样吧 像素质一样 那么这个怎么做呢 那是不是相对于是我把这个图片 它的一个长宽给改变了 是不是把长宽改变就行了 长宽改变 也就是说我这里面是不是像素点少了一些 或者像素点多了一些吧 那比方说 那这个过程怎么去做呢 比方说我这一图片对吧 我现在这一样去放缩小 然后呢这样去 翻大 那这里面的像素点的数量有没有去变 有没有去变 有没有去变 是没有还是有 就这样去啊 就这样去操作 前面PS说这个怎么变的 有没有变 肯定是变了吧 因为它要表示一个图像对吧 在你电脑当中表示一个图像 它干嘛呀 它要去把你的像素点显示到你出来的图像 你现在已经变小了 它要显示的像素点还多不多 就不多了 它也显示的就这个长宽的像素点 所以这个地方它的像素点 那有同学就问了对吧 那这个本来像素点这么多的 你现在变这么小像素变少了 它怎么去做啊 这个你不用管 它这里面的东西是什么 要去计算的吧 也就是说 你不管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啊 这个像素点在这个图片大小在改变的时候 你图片变小了或者变大了 那这缺失的部分 或者说这个增加的部分怎么办 这是由计算机给你自动的去计算的 能理解吧 这是计算机给你自动的去计算 它的一些确实的东西 所以你不用管 好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就目的就是什么 提供一个API 然后把所有的图片转换成一个 比如说都是在这个50乘以50图片 所以把这个转成50乘以50 把刚才这个狗也转换成50乘以50 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像素点是不是缩小了吧 那缩小了这个 缺失的那些东西去哪了呢 直接就没有就给你删除了 能理解吧 对计算机就默认给你删除掉那些东西了 那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这里的图片操作去统一大小 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操作 是这样去给你缩小图片大小吗 比如说 比如说啊固定的你现在是200乘200吧 现在他要这样去做 F3 比如说他给你缩小大小 正好结出这么多 然后正好是50乘以50 是这样去做吗 这样做有一个缺点是什么 是不是你特征值里面的东西 是不是就少一部分东西了吧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缩小啊 并不是相当于是切 相当于剪切吧 不是相当于我扣一部分出来 扣一部分出来 那这里面是不是你手就扣掉一部分 还一部分手就没了 假如说你正好扣到这里 你正好扣到这里 你头没有了 那你怎么去识别这是一个人啊 是因为你每一张图片 自己的像素点是有自己的特点的吧 所以我们或者说 你去进行图像缩小的时候 并不是去切 而是什么 就把它放小缩大放小吧 那所以这个里面缩放对吧 缩放的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这里面我们是 一本上都是缩小或者放大对吧 缩放我们的图片的大小啊 那么我们图像这样的操作 刚才说原因了 是不是统一特征的数量 还有其他的 缩小图片的数据量 防止开销 是不是你可以统一下 大多数可以把图片 稍微把它像素减少一些 然后再去训练吧 是不是你的像素点变少了吧 特征是不是变少了 哎 防止开销 当然其他的就是为了增加数据的统一性 就是你特征数量必须一样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减少 减少数据量 就是每个图片的数据量 是我们要进行操作呢 就是考虑这两个角度去做的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做呢 其实也有很方便的APL 我们来看一下图像 缩小的基本操作API 就一个在TF.image里面 有一个叫reset 这个操作啊 跟皮的不一样 有的一些API不是这个操作 有些是切片的那种 能理解吧 这个是什么 直接缩放 那我们看一下 它怎么去使用呢 传进去一个image 这个image 是一个4D的形状 或者一个3D的形状 是不是4D张量 3D张量 那刚才我们说了 3D张量已经理解了 是长宽和通道处 就代表你是彩色图片 它的数值有多少吧 像素的像素值有多少个吧 特征数量多 4D张量是什么呢 看到这个bench bench什么意思啊 批量 那这样能理解什么意思吗 我如果啊 这个顺序是固定的啊 如果我在前面加一个100 这代表什么意思啊 加100 这什么意思啊 100张200乘以200的长宽 200的什么黑白图片嘛 那如果说这里再加100对吧 就100张长宽是200的 三呃彩色图片嘛 能看懂这个4D张量是什么意思了吧 哎 这里面啊 这种呢 是针对于图像识别里面 这些数据的形状 但其他形状是看它具体的意义吧 就你样板是多少 特征是多少 这里你也可以转换成 哎 二维的是不是可以转换成二维的 二维是不是把这一成 然后呢 把这个一成 这时候变成二维了 这100张图片 每张图片 特征数多少 就是12万吧 当然一般我们默认的都会按 四维或者三维去表示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这个API里面 是不是就可以 一张图片输入进去 它也改变大小 100张图片输入进去 它也是100张的相应改变大小 那注意了改变大小是什么 它能改变你图像的本质吗 你是彩色图片 它改成黑白图片了 所以通道数是不是不用改啊 所以你只要传进去一个图片的长和宽 改进改成什么 改成指定的size 就是说你改成什么大小 长宽大小 比如说200200改成50乘以50 那是传进去是不是50和50就行了 哎 这就是你改变图片大小 那相应的你这个通道数肯定是不改的 就相当于是什么 把你的图片压缩了吧 对吧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的这个理解啊 就是说我们相当于是一张这样的一个数据 对吧 200进版列一张这样的一个数据 然后这里相当于是三张这样的一个数据吧 来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给的 注意了啊 这里是一张图片的每一个相处值 比如说这张图片是4乘5的 4乘5的 4乘5的 那也说黑白图片应该是什么 是不是20个线都得就没了吧 那彩色图片是不是应该有多张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这是代表R 这代表G 再来一张 是不是代表B啊 是不是三个通道三张表吧 能理解吧 这个彩色图片是不是就三张表 这是代表一张图片的 那两张图片再来三个呗 再来三个再来三个 能理解吧 这个就是通 我们的图片呢 这样一个数的一个沾量表示 对吧 好 那我们先下个休息 好 好 感谢观看